词曲 李宗盛 那个晴朗的夜晚 后遇你的浪漫 难忘的片段 听说炙热的喜欢 可以融解冰场 每天对你说晚安 如果你也习惯 我喜欢你的眼眸 算月到温柔 风尽头在你身后 牵着你的手慢慢走 如果可以沉默这个宇宙 看你在你豪迷 这颗星球 我愿意为你守候 跨越着时空到白头 你的温柔 像彩了星航在左右 如果可以 一起写人一心中 在整个宇宙和你写好 许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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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许多长 你再不说话我可进去了 不行 那个 能不能帮我去买个东西啊 买什么呀 就是那个东西 先生 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没事 我就随便看看 你肯定是帮你女朋友买卫生巾 这有什么好害羞的 请问你要什么牌子的 我也忘了 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推荐你这一款 超薄顺息 还有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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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都来一个吧 每个都来一个吧 小小 你刚才没有被人认出来吧 你说呢 对不起啊 给你添麻烦了 喂 到哪儿了 人马上就到了 我现在这边有事 先不过去了 你想个法子 援一下吧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说不来就不来了 行了 别说了 我先挂了 喂 气死我了 我是不是耽误你事了 没事 你好好躺着 睡一会儿 醒了就叫我 好久没见婷婷了 真是人如其名 已经是婷婷玉丽的大姑娘了 展叔叔谬赞了 叔叔说的可是实话 害羞了 这要是和我们家枝林在一起 真是太好了 枝林快到了吧 在路上 不等了 我们先吃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坐 这 啊 枝林的朋友 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女朋友 是位车摩 我们上周车展认识的 枝林一表人才 看来是 有不少姑娘喜欢她呀 我还有点事 那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我送送你 留步 留步 不 枝林第一次带姑娘回来 你们也应该熟悉熟悉 而你的正事要紧 今天是什么场合你不知道吗 带着不三不四的女人回来 你爸怎么这么说话 亲爱的 你先回去 等一下去找你 怎么 给我安排学业工作还不够啊 现在 还想插手我婚姻啊 人家婷婷哪点不好啊 要家事有家事 要学历有学历 哪点配不上你啊 你说得这么好 你也娶啊 反正我妈走了这么多年了 你身边的位置也空着 是 事已至此 我也无话可说了 你当然没话说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么多年 你心都在哪里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要不是为了知灵 你少给我提知灵 抄抄抄 整天就知道抄 妈 妈 快 我去交之灭 你 王 这 你 爆劲 你 我要 她 是 你 喝水 谢谢啊 别动 还疼吗 感觉舒服多了 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吧 你会做什么呀 我 江南 是我 你要是不开门 我就一直等下去 这么晚了 是谁啊 包瑞 对了 橙子 你还疼吗 不疼了 你上去休息会儿吧 睡会儿觉 我都睡了好一会儿了 听我的 快上去 快上去吧 你来到底要干什么 你最近不用拍戏吗 我在休假啊 你来到底有什么事儿 我知道你今天发那张照片 就是为了要和我撇清关系 让我死心 但是你越这样做 不就只能证明你心里还有我吗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 我真的很爱你 你想多了 请回吧 顾家仪 我们两个之间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请你出去 你和他并没有住在一起 对不对 你不可能喜欢许多成 你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为什么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从你离开的那天起 就已经断得干干净净了 你还在恨我 可是这样 不就只能证明心里还有爱吗 我和梁芝已经彻底结束了 我不用再被他摆布了 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 你还想要怎么样 是 我想要的都已经得到了 可是我这里却空了出来 这个位置 一直都是为你留着的 我可以帮你翻红 我帮你去争取机会 让你像以前那样唱歌 不好吗 我真的有点看不清你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没有别的事 赶紧走吧 你喜欢他什么 只要你说出来让我死心 好 许多成想要的 只是简单的生活 他只希望过好每一天 他从来不追名逐利 也不给予金钱 他真心实意地 对待身边的每一位保佑 从来不会利用任何人 他简单 纯真 就是这样一个平凡无奇的女孩 让我一次又一次心动 你说的 不就是当年的我吗 他跟你不一样 是 家衣啊 你现在是当红艺人 老是半夜三更地来找我们家老江 我很难做呀 江南 以前我错过你 是我一直的遗憾 以后 我不会再错过你了 是 是 你今晚不去赴约 就是因为郭嘉怡啊 没有 他刚来 晚饭那会儿 许多成来大姨妈了 肚子疼得不行 那他现在呢 楼上呢 他没听见吗 他应该没听见吧 祖宗 吃 不是你说你对得起我吗 放了我的鸽子 我还得给你带宵夜 感恩你这颗老母亲的心 行了吧 我怎么一天不见你 你们俩人这进展 这么迅猛的 少跟我在这儿八卦 你来不是给我送饭来的吧 那肯定不是 今晚不是要跟制片人陈东 聊你跨界演戏的事吗 但是您没去呀 幸亏哥们我集中生智 把这事圆了过去 不过呀 他们对咱的可乐鸡翅 颇为赞赏 并且要求他把这个歌 作为他们下项目的主题曲 并且要求咱们下周 去景城拍摄MV 请你担任男主角 真的 太好了 多心意啊 你也不看谁出马 不过我现在觉得呀 许多城真有可能是你的灵感源泉 早知道城子这么有魅力的话 我早就应该在茫茫人海之中 把他给找了出来 等等 你刚刚说去哪儿拍 景城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许多城之前跟他闺蜜说要去旅游 说的也是去景城 那不是挺好的吗 他去吗 我去 你 在啊 你一直都在 在啊 哦 包大人 我去了都需要做些什么呀 嗨 是这样 橙子 你看 你来了咱们工作室以后 一直也没给你派什么活 这次老江的新歌可是 准备拍MV 能不能做他的贴身助理 什么叫贴身助理 没问题 呃 加班费 你说了算 谢谢吧大人 不客气 什么情况 他 刚才听见了吗 听见什么 一条 他只希望过好每一天 他简单 纯真 就是这样一个平凡无奇的女孩 让我一次又一次心动 这不是顾佳怡的车吗 她怎么会来这儿 难道她发现我妈了 快走 阿姨 好久都没来看您了 您还记得我吗 你谁呀 我是顾佳怡 是江南的女朋友 江南 不认识 阿姨 您连江南都不记得了吗 你是她女朋友 怎么了 阿姨 阿姨 你别打了 阿姨 彩云 别打了 彩云 你别打了 彩云 彩云 江南 她是谁 你跟她什么关系 她为什么说她是你女朋友 彩云 你先冷静点 彩云 你先冷静一下 我和她没有关系 她胡说的 你不要相信 没 没关系 坏女人 你勾引我老公 勾引我老公 滚 滚出去 滚出去 我不要再看见你 彩云 不要上街了 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扔出去 都给我丢出去 我不要看见这些 拿出去 走 顾佳云 我警告你 我妈是个病人 如果她因为你出什么事 我不会放过你 我只是想来看看阿姨 没事儿了 许多长 有你真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孙医生 这是复查的积电图 您看一眼 最近身体感觉怎么样 最近我出现了拿筷子不稳的情况 今天早上扎头发的时候 手也有一些无力 还有就是 前几天我走路 突然腿一软 差点帅到 请进 你来这儿干吗 特意为你来的呀 我们家是做医疗器械的 随声说你约来来复查 回来看一下 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不用了 朋友一场我都知道了 还是过来看一下吧 其实我也建议你多尝试一些治疗手段 展芝林是我多年的朋友 康林呢也是我们医院长期合作的伙伴 会提供给我们一些医疗器械 像电磁脉冲 红外线理疗仪什么的 对你的病情还是很有帮助的 这些医疗器是不是很贵呀 这个你不要担心 徐德成 从你的积淀图来看 你现在已经有明显的神经元损伤了 没事 我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你坚持不告诉家里人吗 能拖多久 就多久吧 你这么坚持 经济上的压力会很大 因为除了利鲁座 今天我要给你加一个 易大拉风注射剂 这对杨花你的病情非常重要 但是现在 没有家里人照顾你 你平常的生活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你现在会不定期地出现 肌肉抽搐 肌肉乏力的症状 如果当时你处在一个特别的环境 比如说过马路 倒开水 容易产生危险 我知道了 对了 孙医生 多多的病情怎么样了 她的情况不太乐观 但她很坚强 姐姐带你玩个钢琴游戏啊 我 你不觉得 你对许多诚有点过于关心了吗 我只是看她挺可怜的 如果你不是真心的 还是离她远点吧 她的状态 承受不了太多的伤害了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我只是觉得 她在这么好的年纪 得了这种病 得了这种病 挺可惜的 这个好不好看啊 鞋子姐姐 我订的理疗仪到了 我许多了 我许多了 逗逗还不知道我的病情呢 你不要说出来啊 明天有一个时间 我拿给你 我要去趟外地 明天就走了 那这样 你现在跟我回趟家 去拿 我 你怎么这么磨磨叽叽的 你早点拿到 早点治疗 知道吗 展芝林 谢谢你 一个人承受生病的痛苦 真的好辛苦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我 你家真的好大呀 千玉其外 百许其中罢了 我呢 特意给你挑了一个 小号的方便鞋带 你看一下 这个 这个 我特意给你挑了一个 我怎么用呀 过来 怎么样 感觉酸酸麻麻的 这就对了 每天用十五分钟 要坚持 嗯 你平时都听什么歌曲啊 我看你那儿好多的CD啊 这么多摇滚的牌啊 梁淑芊 你也听她的歌啊 我爸可喜欢她了 每天都听呢 这是我妈啊 梁淑芊是你妈吗 这太巧了吧 我爸呢 说她人美歌甜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她就不唱歌了 我妈嫁给我爸之后 我爸就不让她唱歌了 那还挺遗憾吧 你说 你这么喜欢音乐 是不是遗传啊 算是吧 我爸这个人呢 对艺术 不怎么感兴趣 要不是我妈当年帮我 改了高考志愿 我根本考不上艺术专业院校 也不可能认识江南 什么的 在外面玩不够 还带到家里来啊 她是我朋友 请你说话注意一点 那最好 你刘淑芊还没消 赶紧去跟廷令赔礼道歉 我不会和刘廷在一起的 我不需要您安排 我的人生大事 整天和那些 不三不四的女人混在一起 就是你的人生大事 只要不是您安排的 我就混得开心 就混得高兴 就混给您看怎么样 不好意思啊 我没事 没有想到 你们家是这样的情况 我爸就这个脾气 你别难过了 我们一起听听阿姨的歌吧 你说阿姨那么支持你做音乐 那当初脱皮万解散的时候 阿姨没有劝说你们不要解散吗 你没问过江南吗 我问了 他不肯说 他当然不好意思说 他当然不好意思说 这么早 怎么了 喝杯咖啡 提提什么 云姐找我聊了公司 对我们未来的计划 她觉得 对了 如果我们两个在意组合的方式绑定 不利于未来的发展 你什么意思啊 展指令 我们解散吧 我们现在人气正旺 就因为云姐一两句话 就要解散 你别答应她 排练吧 不用排了 我也觉得我跟你在一块儿 局限性太大了 不利于以后的发展 组合单飞 是必然趋势 江南 你是觉得 我不会写歌 我在拖累你是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各自发展的 各自发展 脱臂万是你在创作 我不会写歌的 我怎么各自发展 当年为了组这个组合 我跟我爸闹成什么样 你是知道的 是你一直跟我说 我们一定可以出人头敌 也是因为你跟我说 我们是一体的 脱臂万这个名字 也是你起的 他的意思就是代表着我们 一定可以一起 一直走下去 这些你都忘了吗 我没忘 但我不想再继续下去 江南 就当是我对不起你 我走了 你的意思是 江南为了个人发展 抛弃了你 谁呀 我倒宁可希望是这样 为什么这么说 组合解散的第二天 我妈去找了江南 可回来之后 就跳楼自杀了 我想去找江南问清楚 可我看到了她跟我爸 在一块儿 你替我瞒着展芝林 叔叔谢谢你 这张考啊 你拿着 你是说 阿姨的死跟江南有关 总之 我爸逼死了我妈 这一切江南是知道的 但她什么都没跟我说 如果她肯跟我说的话 或许我还有机会救我妈 或许我妈就不用死 你说 为什么我妈 在临死之前 她愿意去找江南 都没来找我 虽然我不知道阿姨因为什么事情 没有办法承受选择了轻生 但是作为一个将死之人 将心比心 阿姨就是因为太爱你了 所以才选择对你只字未提 你 徐多长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没什么呢 我就是实话实说而已 你知道吗 其实死亡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它会切断你跟你所爱的人之间的联系 一想到这个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徐多长 我真觉得江南陪不上你 展翅林 我知道你恨江南有你的原因 但我总觉得这件事情里面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相信江南她不是这样的人 这哪会有什么误会啊 你现在是她女朋友 肯定像是她说话嘛 得找个机会问问江南 这其中一定有误会 喂 长子 你要陪江南去拍MV啊 你这得到消息的速度还真快 这可是我进了工作室以后 包大人第一次给我安排工作 这哪是工作呀 这简直是福利好吗 要不是我受伤了 我也想休假去旅游 我还不知道MV是怎么拍的呢 也从来没有去过现场 还挺好奇的 对啊 你也太幸运了吧 我跟你说啊 你可得抓住机遇了 说不定你们这次出去回来 你们俩就会发生智日的改变 你就别瞎窜握了 你不知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吗 好了 不跟你聊了 我还要收拾东西呢 拜拜 你怎么搞她 你怎么搞她 那 那个你吃了吗 你忘了 我晚上约了人 在外面吃过了 对 你早点收拾 明天一早就要出发去景城了 一路上要开车过去 肯定很辛苦 对了 咱们这次出差要去好几天 我怕阿姨想我们 所以今天我已经去过疗养院了 然后也跟那里的护士打好了招呼 还有 明天的行程安非表出来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不需要你陪着 准你一天假 明天可以自行安排 真的吗 太好了 男神 我真是太爱你了 你说什么 我说 我帮你把地上的东西捡了 行了吧 还是我自己来吧 这都是买给谁的呀 给兜兜买的 你确定今天的行程不需要我 不需要 你啊 要留一手机 有事的话随时联系 要是玩累的话 就让小杜来接你 不用了 小杜今天开了一天的车 已经够辛苦了 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行了 那那个 你要是再啰嗦的话 我就把你的福利价给取消了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再见 哥 这儿不能停太久 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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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次和大家见面 大家可能不了解我 我呢 要求不高 对待人也比较温柔 但是啊 灯光不能只给啊 我要层次 我要你冷光中给我偷着暖光 暖光中给我偷着冷光 你带上什么 这种美是一种窒息的美 窒息呀 你们行吗 江南 今天刚到 去休息休息 不用了 先讲我那部分吧 好 这是工作派 咱这个MV主要是画面配上歌词 一个唯美的弹钢琴少女 和江南老师的美好回忆 好 哥 哥 有消息说江南去景城拍MV了 景城 好 我要去趟外地明天就走了 原来是这样 知道了 那咱们 不急 这事啊 先让那两位知道 什么时候不急 宇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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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宇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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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拨打的用户 才是无法接通 请稍後再拨 Ma 失败 ud minimum 谢了 不好意思 导演 难关可能是你不舒服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多成 你是脑子被雨淋坏了吗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手机得掉掉狐狸了 手机掉狐狸 你怎么不把你自己也掉狐狸 你今天不是有工作吗 我要是不来的话 你打算在这亭队底下待一夜啊 我喜欢你的眼眸 岁月的温柔 光镜头在你身后 牵着你的手慢慢走 可我可以撑着这个宇宙 我愿意为你守好 我愿意为你守好 画面这时空到半空 要是不来的 我愿意为你去试围 我愿意为你去度